HELLO 各位同學,我們繼續討論Tracolometric ratios這課書 上次我們已經看了Sign Ratio 真的用回三角形的問題 這次會說什麼呢?其實我們都差不多說了 不過我最後看看Sign Ratio的Properties 即是特性 它有什麼特別的呢? 我們有什麼要留意呢? 第一件事就是關於它的大小問題 正常來說,大家如果按Sign Ratio, 0-90度之間 因為我們這個Angle,這個Feter,我們不可能大過90度 OK? 應該我們不會去到90度,如果這隻90度,我們也是這個三角形,這隻有90度 90度,90度就回不了,所以做不到那三角形 所以這隻Sign Ratio 應該是說這隻Feter是有限制的 OK?應該是要大過0 也應該是小過90度 而我們計算出來的Sign Ratio 也應該應該是有限制的 而這次我們看了,在一個直角三角形裡面 我們那個C 我們那個Hypotenuse 這條邊 永遠都一定長過 這條邊 這條邊 為什麼我們這條邊 是最長的邊,Longer Sign 這條Hypotenuse 叫Hypotenuse的邊 一定是最長的邊,其實一定比A和B 所以我們在一個Sign Ratio Sign Ratio就是opposite side over Hypotenuse 無論我看哪隻角都好 我看Feter的話就是看A這條 如果看這邊這隻角,就是看B這條 這兩條邊都一定比C短 所以我出來的Sign Ratio A over C,我們一定是over Hypotenuse Hypotenuse 一定是長一點 即是我的份母一定比份子 份母一定比份子大 即是說 我得出來的份數 一定是小過1 OK 一定是小過1 而第二樣就是 它一定比0 這個不等式的看法就是 它也是有一部份 這個份數是要小過1 這個小過是符號 第二部份就看前面這字 這個份數也一定要大過0 大過符號 大過0 為什麼要大過0 因為什麼時候是0 A是0才會0 A是0就已經不是一個 三角形 那又是 不會發生 所以呢 這個A over C 這個Sign Ratio 一定是 1和0之間 小過1又大過0 所以這個A over C 即是什麼 即是Sign Theta 現在這個Sign Theta 即是說我們的Sign Theta 就一定是1和0之間 的數字 是不是 你可以試試按不同的角度 Sign的角度 你會發現永遠都一定是0點幾幾幾幾的 OK Sign Theta 一定是0至1之間的數字 如果假設有一次計算的時候 你計算多一個Sign的角度 會是大過1的 或者等元 大過1 大過1的話 很大機會就代表你計算錯了 OK 那這個留意 OK Sign Theta 就應該是0至1之間的數字 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 我們來看它的變化 好像我們一開始 第一段影片所說 其實呢 我們看 如果我把C OK 把C的Hipotenuse 我們固定它不變 OK 然後我把這條邊的斜度 調一調教 OK 即是說我會令到Angle大了的時候 其實我這條A 會大了 OK 這個都很直接看得到的 當C是不變的時候 我的Angle increase的話 其實就會令到 A的那條邊 increase 那 即是說什麼呢 當Angle increase 我就會令到 我這一塊的Raiso 會increase OK 這塊Raiso increase 這塊Raiso就是 Sign Reso 就是Sign Theta 所以即是說什麼呢 即是當Angle increase的時候 Sign Theta也會increase OK Theta增大 Sign Theta就會增大 這個有直接的關係 Sign Theta增大 Sign Theta就增大了 所以 Sign Reso 我們就有這兩個Property 第一 它一定是0-1之間的數字 第二 當 Sign Theta大了 Sign Theta也會大了 OK 這兩個Property 就是這樣 來吧